現在特區政府這一屆還有大約一年左右, 就換屆了,不過在這個時間裏面 就出現了港府高層的大換班, 或者不是大換班,是重要的位置裏面的換班, 就是李家超由國安局局長升任政務司長, 取代了張建宗, 現在的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成為了保安局局長, 然後蕭澤義是警務處處長, 這個情況首先說明的是什麼呢? 很直接可以看到的就是說明北京很欣賞這些人士, 他在過去一段時間的硬朗或者強硬,無論怎樣也好, 大家有不同的形容詞, 就是他們的表現很得到中央的欣賞, 還有另外一個就不是單單看他們表面上的工作, 還是透過表面上的工作而體現他們的政治忠誠, 這件事他們說我們只是執行工作, 我們講工作不講政治,不要緊, 任由個字自己解釋, 只不過是說從大陸的角度它不是單單看你表現, 你的表現背後是否能夠說明你這個政治忠誠, 還是說你做得事,但你政治上又不是那麼聽話的, 又不見那些可以升到上去,是吧? 所以這個就只能夠是大家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了。 好了,看完第一點之後, 究竟現在這個佈局有些什麼東西的含意, 或者從旁觀察,有些什麼角度可以觀察呢? 我覺得有幾點就可以看不看。 首先第一件事,現在這樣的安排, 是否可以立即看到治安系統的官員, 國內就是公安或者政法系統, 這些官員現在是同時掌握了 民族沒有兩大系統的職位和職權,是吧? 民族包括一些政策的制定,一些制度上的行, 這個就是政務司的工作, 它下面還統領很多政治、經濟等等, 是一個很綜合性的工作。 現在是由公安或者治安經驗的官員坐進去, 跟著在武那方面, 例如香港的警務處或者懲教處等等, 這些部門全部是入了保安系統的, 變成入後民族兩大系統都是由同一類似背景的官員出入, 大家是不是看到未來一定很緊密合作呢? 是同聲同氣的,是吧? 所以這個就會令到未來那個硬朗或者強硬的作風 是會繼續延續下去的, 因為硬朗他覺得是應該的, 他要解決問題, 強硬從老百姓的角度, 你有時的東西不需要那麼強硬的,是吧? 你有時強硬反過來會更加激起反彈, 這些都是不同的角度, 但是現實就是治安官員是會現在掌握了民族兩大系統, 可能第二個可以看到的就是位置錯了, 未來會怎樣做呢? 只會預視著一些硬朗或者強硬的作風, 將會由執法的機器, 國內以前都叫專政機器,公檢法, 就是由執法的機器裡面將這種硬朗強硬的作風 是帶進去制定政策的機器裡面, 制定政策就是由一個政府政治決策的部門去做,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以目標為本,這個思維為主, 所謂目標為本就是如果從政治官員的思考角度, 他們是比較平衡去考慮問題的, 既有上級的政策, 你說中央、北京想香港怎樣, 要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權, 作為官員他一定是聽權力來源的說話, 但是如果是政務的官員, 他多數又會審視一下、平衡一下, 怎樣才可以達到最好的政治效果, 這類官員的思維, 即使你說國內駐港的官員, 以前是中文辦,你說張曉明, 他作為國內的香港官員, 他一定是執行中央的指示, 中央難他不可以軟, 但是他們又要想一下自己日後的政績, 能夠發揚光大、飛煌騰達怎樣也好, 他一定要等香港又不要那麼大反彈, 香港人又不會鬧那麼多, 他就會平衡, 所以到最後張曉明都由主任凳了內府之後, 他們這種平衡在北京的一些硬硬的政策之下, 他們都站不穩,但是政務官多數會從這個平衡角度, 到了一些執行或者政法系統那種官員, 那種背景、那種思維就不是, 他們的思維一定是目標為本, 即是上面給了目標,任何是這樣, 他們以完成這個為首要, 然後再想一下平衡到平衡, 平衡不到呢?當然是照中央的精神敗示了, 是不是? 所以這裡就可以看出來了, 就是說未來那個施政作風, 就會將強硬的作風由執行的機器, 轉入去制定政策機器了。 第三點可以看到的就是, 必須要將很多蛛絲馬跡放在一起, 然後擺出來, 然後可以沒有結論, 你擺出來可以沒有結論, 為什麼?因為政治很多東西來講, 擺出來只是做觀察, 觀察之下是各自可以有結論的, 大家那麼多觀眾, 你自己將這些蛛絲馬跡放在一起, 其實你自己都可以做的, 有那麼多觀眾在這裡, 你自己呢?因為很可能平時大家不是搞新聞, 不是搞評論的, 就是有很多已經出現了的參考資料, 大家不會重新再整理, 我們去跟新聞,有很多時候有一個延續, 所以就會將很多過去了的事情蛛絲馬跡放出來, 大家做比較, 所以我都說我都沒有結論, 我擺完這些資料之後, 你自己按你自己的理解, 所以完全沒有答案的。 好了,一些什麼蛛絲馬跡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較早時候傳聞出來, 接張建宗作為政務司司長的人選, 並不是現在出現結果那位李家超, 而是聶德權嘛,是吧? 他過去又處理一個政務, 即是他過去是政制及內地事務部局長, 後來就調去公務員事務局而已, 後來都是傳他會做政務司司長, 而按他的工作軌跡是OK的, 又跟林鄭月娥非常搭檔, 甚至是林鄭月娥的外象外面的形容, 我都是擺出來而已。 好了,這個傳聞當時傳了出來, 當然又經常講風蟲那裡來, 我們看新聞,我們都要看來源, 所以擺出來不是說明什麼, 只不過是為何會有這樣的傳聞, 而到最後這個傳聞不是結果呢? 這個過程就值得觀察了,是吧? 因為這個司局級的官員是要由中央任命, 而且是說明要有實質任命, 記住在2019年的時候, 四中全會開完之後放出來的消息, 中央對特首和主要官員是要有實質任命的, 所以換句話說,中間是否存在著一些可能性, 就是有人提過聶德權, 但是到最後你都要中央接受的, 很可能就是因為按照程序, 就是由特首林鄭月娥提名及建議, 他提名誰我們也不知道, 他提名李家超一定肯定, 如果不是,李家超也不會做到政務司司長, 中間的提名是怎樣呢? 甚至上當時講明江湖傳聞, 還提過曾國慧, 但當然曾國慧作為局長這一級, 他的資歷都沒有聶德權稍為長一點, 所以這些擺出來就會引起大家很多的聯想, 就是中央既然有實質任命權, 到最後是中央同意, 或者中央同意林鄭、台、榮、李家超, 這是一個過程,是吧?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又會去想一件事, 不是想,是有些發生了的事情, 只不過大家不記得, 而又有些人拿出來說是什麼呢? 就是2012年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留意國內社科院系統, 就出了有一本書, 就是講香港發展的藍皮書, 2012年,記住,不是最近的, 是2012年的書, 裏面如果你翻不出來到最後那部份, 他有建議的, 原來裏面已經有八字黑字寫到明, 中央對香港特首以至主要官員, 包括市長、局長、上任秘書長等等, 是要有推薦權, 推薦權這三個字, 我跟基本法這麼久, 從80年代開始跟, 我過去真的很少聽過推薦權三個字, 現在是2012年裡面, 白紙黑字, 白紙黑字, 那本書呢, 如果你在香港可能會找到的, 是吧? 為什麼會有推薦權這三個字呢? 沒有改規矩, 沒有改法律條文, 仍然是由特首提名及建議, 你看今日的新聞稿發出來, 都是根據特首的提名及建議, 所以中央是任命, 中央是被動的, 文字上, 但是如果這個推薦權這一個是存在的話, 大家想想如果中央是推薦, 因為這個推薦有很多種不同的形式, 是大眼傾閒聊天講幾句, 或者是有些人是傳話, 你說他假存政治也好怎樣也好, 可能有些間接影響, 所以這個推薦權存不存在呢? 其實不知道,只不過是說那本書2012年 是真的提過的,是吧? 所以兩者一放在, 又是一個很空的現象, 因為文字就在,有沒有實行又不知道, 我只不過是有些人放出來, 令到大家感覺到, 如果真的有個推薦權在的話, 現在變成是否香港的高層官員的任命或提名, 都不完全由特首可以負責? 這個再加上2019年開始, 國內的形式已經由間接管治轉為直接管治, 所以才叫做勞勞掌, 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這個又是否一種體驗呢? 這個是第二點, 即是去到觀察裡面的第二點。 好了,觀察裡面的第三點是怎樣呢? 就是大家有沒有發過今天林鄭月娥出來, 或者講的東西發出來的稿件裡面, 有些說話可以回答下去, 是沒有結論的, 大家有不同的理解。 有些人就問, 現在會不會還有另外一次高官的調動等等。 答案就是, 再變的機會就不大了, 但是有一條尾巴說, 亦都不能夠保證百分之一百是保證不會有的, 因為有時是涉及到被動情況, 這些不是我說的, 新聞是引述林鄭月娥講的東西的, 跟著就說可能有個別官員取態等等, 為何這麼不易呢? 如果林鄭月娥她不是自信心很強的? 她覺得她什麼不解決得到? 她要做什麼?她一巴掌就做了, 即是在她的能力範圍裡面。 為何突然講到未來的人事安排高層的時候, 她又突然講到有些被動情況, 究竟這個被動情況是怎樣呢? 沒有人知道的。 然後有些人就馬上想, 我都是有些人提醒我而已, 提醒我是怎樣呢? 你記不記得在反修例的過程裡面, 曾經有一晚,我不能夠說有一天, 因為那時候真的嚇懇懇, 是什麼事呢? 就是有個記者會, 通知那些記者都很急的, 就是怎樣呢? 有記者會林鄭月娥出席, 不過在哪裏舉行呢? 不是在特首辦, 是在警察總部, 那些人就要去去去。 那時候, 林鄭月娥所講的事其實也不多, 大家就說沒有所謂, 因為這些都是你安排的。 現在再擺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 大家就開始想了, 就是很有信心, 很打得的林鄭月娥, 那她自己究竟在什麼被動情況之下, 有些事情她會甘於被動呢? 我不知道, 真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去看管治文化, 是不是有些過去是隱藏, 現在是浮面呢? 好了,從觀察點裡面的第四點, 我又要指出來了, 好了,今天林鄭月娥或者官員裡面, 或者一些放出來的消息就說, 現在這些人士眼前是最適合的。 為什麼要用眼前這兩個字? 當然這個眼前可以到換屆之後都是眼前, 但是我當然覺得是, 如果現在不是最適合的, 怎麼會任命呢? 從這個眼前可以眼前到很久, 就令人想起另一句話, 就是現在這個領導班子可以延任到下屆政府, 即是說, 如果下屆政府不知道是誰做特首, 如果是不改變的話, 現在任的一些官員是會過渡到下一屆的特區政府, 是吧? 這跟外國的某個政黨下台, 可能很多官員內閣完全改變, 很可能不同, 可能全部官員都改過。 以前的高官問責制那種文化, 都是說問責官員是跟過特首的, 但是現在未來是怎樣? 真的沒有人知道, 因為現在大哥在探索, 艱辛探索, 所以有很多決定因素未必是香港可以決定的。 可能到第五個觀察點, 這個更加闊一點來看, 就是現在香港政治文化的變化, 沒有人知道終極是怎樣。 但是有些現象可以看到, 我不一句說是好還是不好, 只不過是說這個輻射, 大家不妨可以看看, 現在國內在省市的領導那一層都在換, 中央部門都在換, 因為開始換, 然後決定中共二十大的中央委員, 究竟是會有些什麼人? 因為省市換了第一、二把手, 通常這些人就會在新一屆的換屆的中央委員會裡面出現。 所以我們再看國內省市官員的換屆的時候, 就會發覺另一個特點, 就是政法系統的官員現在都慢慢在國內的省市一級的人士, 在國內調動裡面是扮演比較或者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是吧? 這一個來說,你說在國內是這樣的, 你見省委裡面一定會有一個官員, 省委書記、副書記裡面一定有一個官員負責政法工作。 如果這個文化又輻射到香港, 我沒有說是已經輻射到香港, 我只不過是說, 剛好現在這個情況, 就跟國內的省市中層的官員那種的變化, 是吹筒起來的話, 這個就是作為一個觀察點。 可能以後又不是, 我又放出很多種不同的option, 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只能夠從動態的角度來觀察。 總之無論怎樣都好, 老百姓是影響到現在的官場文化的改變。 只不過是說,我經常說, 不要以為官方或者擁有公權力的人, 不要以為老百姓不可以影響政治制度。 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會踩Turbo, 按政治需要來做。 如果只是從一個這樣的角度去想問題, 可以這樣說, 只不過是會將很多的問題再積累起來。 你說積累起來, 現在可以用強硬的方法壓下去, 由亂到智, 這個就是官方眼前所謂特事特辦, 急事急辦, 它是不理很多後遺症的。 我始終都是很軟傷血, 因為你不理後遺症, 而接著種出來的惡果其實是很多的。 這個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官方聽就聽, 不聽呢? 我只能夠說我又沒有破壞的。 你不要說我又違反什麼法例。 如果好言相亂你都覺得是違法的話, 只能說這一個事勢所不容易。 所以, 剛才擺了這麼多現象, 讓大家自己分析。 今天也和大家分享了二十多分鐘, 請大家繼續關心, 最重要是關心。 因為你關心, 你才會知道如何去因勢利盜。 有些事情改變不了, 但是不需要去硬碰硬, 或者將頸撞到刀上。 反過來, 官有官自己的做法, 民有民的提升。 你認知方面, 你自己心中有數, 已經是對自己策略上一個很大的保護。 不要那麼容易受傷。 這個是我對大家的忠告。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